在台湾彰化北部人口仅万余的现西乡 水稻田间一座西式城堡模样的建筑 飘散着饼干的香气 这里是观光工厂台湾优格饼干学院的所在地 大叔本入口 魔法森林 饼干殿堂 台湾优格饼干学院将工业与旅游结合 设计出了一条充满同趣的参观线路 让来此的游客不仅能了解优格饼干的品牌故事 参观饼干生产线的制作流程 还能亲自做手工饼干 这是我原本以为是拍网美照那种 有什么景观可以让人家拍照 然后后来在网络上有找到说可以做饼干 所以想要来试试看 因为我们从台北来 正常的话就是只有一些房子什么的 然后来这边就有点像 很像来就是除了来参观以外 然后也会有一点像童话故事的情景这样子 与偏乡过去大量本地人外流不同 饼干学院正吸引越来越多外地游客 前往线西停留 饼干学院是在2014年成立 成立到现在我们前几年 都会有百万人次来到台湾优格饼干学院 会在彰化线西 对于生意辐射大陆 香港以及东南亚多地的 台湾优格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而言 在乡间开办饼干学院显然不是一桩赚钱买卖 开放参观四年多 饼干学院仅基本实现年均收支平衡 回馈原乡扎根在地 是企业当初涉足观光产业的初衷 我们的创办人啊 他本身就是我们线西的在地之地 那经过在外打拼 最后选择回到自己的家乡来 我们在这里创造了一个饼干学院 其实我们是一个工厂 那工厂结合观光 它可以提供在地的人才的一个就业机会 那有观光之后 就可以吸引外地的游客来到这边 可以提升我们的经济价值 我们希望做的一个是地方共好 不是只有台湾优格饼干学院好 而是整个线西 带动我们的农业跟我们的观光 然后以及让更多人知道 线西在哪里 与优格饼干学院临近的 白兰市健康博物馆 台名将台湾玻璃馆 也发展了具有一定规模的观光工厂 不同企业选择发展观光工厂的理由 不尽相同 但殊途同归 企业有机会深耕本地社会 为基层社区民众带来正向帮助 建管近16年的白兰市健康博物馆坦言 最初想法是推广产品行销 使台湾本地客户 透过空中走廊 亲眼所见产品制作流程 从而增强对产品的信心 那我们这个馆最大的成立的宗旨 就是说我们要做教育 我们要教育消费者 还要做我们的白兰市的品牌的行销 让我们外面的一些消费者 可以更认识我们白兰市 也可以对我们的品牌更有信心 台名将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林兆签指 开办玻璃馆是为了让更多人 重新认识玻璃 并给玻璃艺术家一个展示的平台 从开创2006年到现在 这些弱势的艺术家 我们这个玻璃馆 就是要给他们有一个展示 这很展示的地方 我们希望未来把它带到全世界 这是从2006年开创到现在 这是我们老板的一个信念 更多精彩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